今年的双11比往年双11要更加惊人 第一是天猫过了千亿大关 第二是在去年900多个亿的基础上 增长到今年的1200多个亿 增长率达到30%多 在一个高基础上 这样的增长率是非常恐怖的 那么不养表现得比它更好 我们今年整个电商团队 同比实现了100% 尤其是我们的京东团队 在当天实现了将近200%的一个同比增长 其实现在的行业分成两大流派 第一个是以海帕绿网技术为主的海帕派 第二个是以静电为代表的这种无耗材派 目前我们备昂 其实从双11的数据也可以表现出来 也可以查到 从一些专业的数据机构当中 也可以拉到我们的数据 我们目前在整个无耗材品类当中 属于龙头的位置 今年的双11数据 其实我们也从后台拿到了 各个空气进化器品牌表现得良有不齐 但有一个比较头疼文理 就是品牌数量非常巨大 已经达到了700多个 要在这样的一个静电环境当中 突出重围还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自己想来想去 我们有两三个基本线路要去走的 第一个就是坚持专业化的道路 因为我们看了目前市面上的700多个品牌 真正在做进化器的品牌 没有几个 然后在目前真正在做进化又做的比较好的 那又更是少之又少 我们恰恰是 这为数不多当中的一个真正在做的 而且目前的整个市场认可度还比较高的一个品牌 所以我们坚持的第一个基本原则 就是坚持我们的专业化道路不动摇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我们跟用户的关系 其实做空气进化器的传统企业很多 传统家电企业特别多 很少有像我们这样备养 跟用户能有比较紧密的沟通 我们自己跟用户有几个相对比较私密的合伙人的权子 就是用户会参与到我们产品的研发 会给我们提很多意见 参与到我们产品的推广 会给我们提供很多资源和帮助 所以说呢 我们要坚持的第二个路线呢 就是坚持我们的用户为导向的这个思路 是不动摇的 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贝昂能从09年 从一个默默无人的品牌 坚持到今天成一个相对在业内相有名气的品牌 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产品 非常的有差异化 体验也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第三个就是 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 可能会在营销上投入很大的动作 但是我们最大的经历和最大的动作 一定是放在我们产品的不断升级改造和优化上面 所以坚持这三个基本的行动当领 第一个就是坚持专业的道路 不便宜 第二个就是坚持以用户为中心 第三个坚持以产品为具体表现形式 坚持好这三个道路 我相信我们在后面的竞争中突出重围 其实说到团队我是非常自豪的 我自己是非常喜欢军事的 所以一直崇尚一种精英部队 特种部队的概念 北洋今天在业内的地位相对还是有一点 然后在用户当中名气也相对有一点 那么很多人都以为我们是一个很庞大的团队 其实我整个前端的营销团队 一共只有30多个人 30多个人分布在我们的产品部 分布在市场部 天猫部门 京东部门 渠道部门 和我们的售后服务部门 这30多个人组成了我们整个营销的核心 但实际上做事的 不止30多个人 因为刚才我说了 我们跟我们的用户 尤其一些老用户 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他会帮我们在产品上提供意见 在营销上提供意见 提供资源 所以说虽然空气净化剂 接下来要杀出成为很难 但是我们有一支非常优秀和顶级的团队 这个团队包括我们自由员工 也包括我们的整个合伙人 所以说我们这个整个团队是有能力 胜任接下来的这个挑战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